手机中国新闻7月2日,根据外媒统计了历史上销售最高的是款手机,目前大家最习以为常的阿卓手机一个上榜,功能机时代的王者诺基亚, 包揽了前十钟的气息,剩余三星,苹果,摩托罗拉哥有一个,摩托罗拉V3第十位,摩托罗拉V3,1.3亿部,是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搬盖手机,Nokia 260第九名,Nokia 2600,1.35亿部,得益于便宜的售价,电池续号值,以及过硬的质量,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, 三星11100第八名,三星11100,1.51部,和Nokia 2600一样,三星11100拥有兼固的机身,与超过13天的续航时间,并且一个内置手电筒,Nokia 5230第七名,Nokia 5230,1.51部,小编曾经的第一款半智能机, 就是Nokia 5230,拥有3.2英寸屏幕,赛班智能系统与3G网络连接,它还有一个GPS芯片,一个200万像素摄像头,与128兆的内存,Nokia 6600第六名,Nokia 6600,1.5亿部, Nokia 6600,是2003年的高端机型,拥有2.1英寸屏幕,与850毫安时电池,售价在600欧元超过4000元人民币,Nokia 1200第五名,Nokia 1200,1.5亿部, 凭借着实惠的价格和诺基亚的品牌,它取得了超过1.5亿部的销量成绩,Nokia 3210第四名,Nokia 3210,1.5亿部,在1999年推出它,当时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,除此之外,由于其坚固的机身与多彩外科设计,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并且配备了大家曾经沉迷的游戏探视者,iPhone 6第三名,iPhone 66002.2亿部,作为榜上的唯一一台智能手机,iPhone 6系列是首款iPhone大屏机型,所以它们受到了消费者巨大的欢迎,销量远远超过了所有的Android机型,Nokia 1110第二名,Nokia 1110,2.5亿部, 听点不用再多说,多少人的第一部手机都是这台,Nokia 1100第一名,Nokia 1100,2.5亿部,Nokia 1100发布于2003年, 代载了单色屏幕与手电筒,随着诺基亚唐大的全球分销网络,Nokia 1100被带到世界各地,成为了迄今为止最畅销的手机。